跑通是让人很难过的消息 在过年前高雄凤山的民宅火警 造成了罗家一家三死五命围 而经过了急救之后 四女儿昨天晚上伤重不治确定死亡 家属今天更是含泪的为三名病情恶化的孙儿把管 无情的大火至今已经造成了罗姓一家三代七人死亡 而唯一一位还在与死神搏斗的三女儿 在历经了银产死胎之后 家属也签下了不急救的同意书 放手让老天决定一切 难掩悲伤不忍孙子继续受苦 家属心中满失不舍 忍痛做出把管的决定 只怪无情大火带走他们一家三代七条人命 农历年前高雄凤山区托天错活计 造成罗家三死五命围 在家务病房急救的包括三女儿囚仪和四女儿囚淑 以及三个可爱的小女童 但就在19日上午四女儿囚淑急救后 确定不治宣告死亡 家属悲痛之余又见三名女头始终没有好转 忍痛放弃急救 我们是先把她的积极的药物 治疗的药物稍微做一个停止的动作 那等待小朋友做自然的一个过程 而现在只剩下痛失五岁儿子以及腹中胎儿的三女儿琼仪 还在于死神拔河 丈夫陈冠宇痛下决定 表示不把管也不急救 希望能陪着她最亲爱的太太 平静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原本抱着在急救的家人都可以被救回的奇迹 现在全部破碎 看着亲爱的人一个个离开 白发人送黑发人 家属已经无法承受 一张张幸福的全家服照 现在也只能永远留在回忆里